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场八人军场的面赛 希望大家喜欢的我们 这两场啊 都是我们自己的 就是想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 第一场的话是一场 河太后啊 那么 这边我们主攻扎拳 我们是一个 四号位的反贼 河太后 那么一般扎拳啊 那么还是比较脆的 那么尽量反对就是强功 粘弩啊 粘弩 能弩死就带走 那么这边啊 其实甲鱼这个位置还是偏中一点 曹植远位的比较偏中 但是甲鱼这个地方直接盲举主 那这个反贼就比较淡腾了 淡腾了 那么甲鱼这个位置还有不好 这边香香连稿 然后后面如果啊 主攻那边能跑得下来的话 那么甲鱼这边应该就要挂掉了 应该要挂掉 那么这个地方装上 把这个装备给拆了 然后直接杀一刀 杀一刀过 那么曹丕刚才啊 救了甲鱼啊 那么是我们的队友 队友的话 那么直接我们一个放毒啊 震毒给他 那么计翻面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如果有距离的话 当然可以杀到香香 可惜的是啊 差一个距离 那么直接翻了一个偏中的一个曹植 那么这个地方啊 余翻刚才要拆主攻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必然无懈要打出来 结果啊 这个地方最后纵旋啊 纵旋给了 呃 直言给了那个甲鱼这个鼻花刀回了一些呢 应该是跳凡 那你这个拆的有问题啊 你这个拆应该直接你哪怕拆 这旁边两个人都可以啊 你干嘛非得拆一个这个有疑问的主攻呢 完全没必要 那么主攻这个地方还没乐中啊 没乐中这个甲鱼已经被逼到残血 那么万剑一开的话 应该是有能力把香香这个人头给收掉 不然这个万剑的话应该是不需要开的 不需要开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曹皮接着把主攻翻掉 翻掉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兵一个曹植 那么这个曹皮接着开南蛮啊 这个南蛮是可以考虑开的啊 可以考虑 那么毕竟主攻掉一些甲鱼那边不受伤害 但是这个南蛮开的也是比较危险啊 比较危险 曹植这个地方直接砍下家鱼帆 但是鱼帆啊 感觉应该是 有闪的反而曹皮我感觉啊 被定 那么树霸也能没能爆发 没能爆发 那么我们这一回合的话 就是盯着主攻啊 毕竟有减一啊 减一马在的话 那么直接搞主 搞到一血残量 那么现在主攻已经是一血状态 那么我们争取希望后面放毒能放死他 那么放不死啊 但是反贼大家看啊 四人啊 总共四血 一人一血 这个一血状态的情况下 很容易啊 很容易崩盘啊 那么内坚的话 对于内坚而言的话 也不太 如果啊 他的保住主攻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他直接开业什么的 那么反贼可能就群体啊 集体阵亡之后 那么中城可能也轰住 收了一个人三张牌 十二张牌 这个你很难挡转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状态也比较差 我们直接啊 直接一个放毒 主攻 贝贝啊 那么所以啊 前期啊 打的还是非常激进的 直接逼着主攻啊 把他 把主攻逼到一血 最后我们吃个震毒啊 其实还是挺无奈的 因为你想啊 主攻那么大的排量 四张牌在手上 有大制衡在 有大制衡在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啊 没有桃子没有闪 必定啊 必定这个人都是要被收 那么索性我们冒险一下 直接震毒主攻 那么最后啊 最后小内手上也没逃啊 中城曹子手上也没逃啊 那么就赌的就是没逃啊 那么结果赌赢了 赌赢了 那么也完美体现了何太后啊 何太后不仅作为中内啊 有很好的发挥 那么你作为反贼啊 有的时候啊 在残局的时候啊 比如说刚才这种反贼 说不定一下下就崩盘了 那么何太后可以拯救威纳 拯救威纳于这个关键时候啊 还是体现的比较好的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 我们这边啊 主攻一个董卓 我们这边一个反贼 选了一个法阵啊 阴木花刀 红 红毛 红毛 那么这边的话 主攻上来直接盲剧了一个小偷 那么二号位的黄盖 直接编完 编完 开一个关键 应该是偏东的 应该是偏东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掉鞋 这个恩怨啊 绝对错误 那么我们当时是手滑的 手滑的 这个已经是打牌没有用心啊 这个绝对是错误的 这个恩怨毫无道理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啊 对鱼级啊 出了三刀 三刀 那么你这个刚才如果没有这个恩怨的话 那么黄盖只有两刀 那么这边鱼级也不至于这么惨啊 不至于这么惨 所以的话 这边我们刚才的第一下恩怨啊 是绝逼的坑了队友啊 而且自己的话这个问题也非常大 那么这种条件下的话 那么肯定是盯着那个 黄盖鲁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由于董卓啊 董卓有这个刀 有这个刀在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恩怨的董卓 然后把这个刀挂来啊 把这个刀挂来 那么前面已经跳了三刀 亚巴这后面的话 就看他呃 反的概率可能是咬尽 那么我们顺手索性顺过来 那么也是希望能顺到一张杀 最后也是如愿以偿啊 直接把黄盖搞到一洗 那么这样看的话 现在整个匠面鸣了之后啊 鸣了之后的话 我们四刀 四年动在这边的话 虽然四年动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亚巴辅助 张辽辅助 我们这边鹰木花道辅助 红孩二辅助 是吧 鱼击的话 那么基本啊 只要你有手权 那么绝对是被吊打的状态啊 被吊打的状态 那么佐治这个地方乱击的话 那么应该是感觉应该是偏累一点 偏累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啊 借刀也无可奈何啊 那么他要久杀啊 结果没有杀断杀 那么断杀好评啊 断杀神器啊 要的就是你没杀 那么这个地方直接两个乐不思数贴出去 贴出去的话 那么疗神肯定要控手牌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控一下佐斯的手牌 毕竟的话是什么呢 他如果过乐的话 那么一个AO一下来的话 大家是扛不住的 我们这个地方肯定要给那个鱼击啊 给鱼击刷一刷牌啊 刷一刷牌 那么现在这个场面的话就是 反贼啊 有点非常被动啊 非常被动 那么小内打的话 感觉啊 应该是要把一反搞掉 但是你搞完一反之后 你看啊 三个一血的 三个一血的在这边的话 你内奸控场的话也是有点难度 那么这个地方 古获的桃园结义啊 这个深桃园啊 深桃园 那么毕竟一个离线一个佐斯的话 你要如果是内奸的话 你这个残刃中了之后 你这个就没法打了 没法打了 那么肯定这个是直接拆掉了 那么差一个简易啊 因为我们这样就没有距离手短打不到人 那么加上大表哥在这边离线啊 完美离线啊 佐斯又继续完美离开 那么这个九杀很伤啊 古获一个九啊 古获一个九 那么古获中了 古获中了 那么现在反正主攻已经不能猜了 剩下的就刘表和佐斯能猜 那么只要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桃子啊 这个桃子放在这边的话 那么保留余级的有声力量 那么你看木马送过去 他有桃子在 古获一个桃子 只要你们敢猜 那么首先桃子是肯定能吃上 吃上之后 大表哥你还中那个残怨 这就很伤了 那么佐斯这个地方继续难击啊 继续难击 再猜猜看啊 这个地方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杀啊 可以直接出个闪啊 出个闪让他猜嘛 那么再鼓破一个桃子 我们刚才木马是塞了一个桃子啊 所以这个残怨这下大表哥又被搞上了 又被搞上了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啊 继续这个恩怨送牌 然后再塞牌啊 这个杀闪 余级都有了之后 这个防御肯定没问题 那么我们把这个人王啊 人王给装起来回地血 这样凉血的话 有点安全感 那么佐姿已经切换到仁德状态 而且一个什么 董卓一直处于断杀状态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 抓紧了这个机会 把冠石拿掉之后 那么这已经非常安全了 那么刚才的话 即使有闪啊 我们还是有点怕这个 呃 那个冠石斧的 强军一上来 你这个余级再怎么猜猜看 都没用啊 你一回合只能猜一次 一回合猜一次的话 你这个有点难啊 那么我们直接选择掉血 那么你这个佐姿啊 佐姿要么还牌 要么直接死啊 那么选择死的啊 接着是没有 没能死神 那么这样之后啊 三个人进入了残怨模式之后 那么反贼啊 不用我说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这个已经是属于胜利战亡 我们可以把桃子吃了 那么余级这每回合 即使处于冰死状态 每个人的回合可以用一个桃啊 可以用一个桃 那么后面就是免费使用啊 垃圾牌啊 免费使用垃圾牌的时间 那么董卓你就拼命的崩坏吧 那么这样你看 就是进入啊 变费为宝啊 变费为宝的这个时候 反正你们这个祖宗啊 完全是这个残忍状态 那么余级就随便猜猜看 那么反贼啊 有本来的三个人一血残的状态 一血残的状态 变为三个人满血状态 这个已经是非常战务 变为何独我册 则真似坏 那么这后面的话 已经没有多少玄念了 没有多少玄念了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跟哑巴配合啊 让他杀一杀这个大表官 那么到了最后啊 主攻这个肯定是直接白棋投降啊 白棋投降 那么这一场的精髓啊 就在于 新鱼级的这个残忍技能啊 一旦啊 一旦啊 这个对面势力啊 全部残忍中了之后 那么就到了鱼级个人啊 猜猜看啊 都不用猜猜 个人变废为宝的时间啊 那么最后是有一个完美的体现 也是逆风局打出来了 那么也幸亏啊 主攻即使有冠尸啊 连续几个回合没有杀啊 没有杀 如果有杀啊 那么可能鱼级啊 早就扛不住了 早就扛不住了 那么董卓手上都是一些废把 就插杀 就插杀 而且这个 这个五五啊 是不敢随便乱开的 毕竟后面三年反三年反的 这个五五绝对是 呃 必大于利的 必大于利的 虽然这一局我们这个自身方面啊 这个有一个第一开始啊 给黄盖一个 太不应该的失误啊 太不应该的失误 这个完全是 打牌的时候没有专心啊 好 那么这两场比赛的话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好 谢谢大家